大家好,很多花友在养兰花的时候呢,为了避免盆土积水难根,所以呢,经常用一些以颗粒土为主的这个质量来摘种 但是在摘种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了这个兰花呢,总是养不壮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兰花养壮呢? 其实呢,我们主要要做好这三个调整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无积颗粒的这个量 那么可能有的话,有在摘种兰花的时候呢,用了一些松树皮啊,相对比较少 但是颗粒质量呢,就会比较多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是呢,颗粒质量可以少放一点 大概呢,占整个质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左右就可以了 其他呢,最好就是多采用一些有机质量摘种 这样呢,盆土里面的有机质量呢,就会比较丰富,更有利于蓝猪的生长 第二点就是在追肥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多追适一些有机肥 和含有一些腐质栓的肥料 首先有机肥的话呢,营养充足,全面,而且呢,不容易烧根 再加上富含这个腐质栓的肥料的话呢 它可以有效增强植株根系的吸收能力 而且呢,还能够增强这个盆土微生物的活性 那么,使用什么肥呢 那么我一般的话呢,是使用这个南科专用的有机羊液 它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这个有机肥 里面不仅营充足,全面,还含有这个微生物 再加上盆土里面给它使用一点这个微生物菌肥 这个微生物菌肥呢,里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还有这个腐质栓 给它在盆土里面呢,适当的小一勺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月呢,使用一次 然后这个南科营养液呢,我们大概就是七到十天 给它灌个一次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栽种的时候 这个颗粒质料呢,最好不要选择过大的颗粒质料 因为颗粒质料如果过大的话呢 那么它跟根系贴合的不好,或是接触面积太少 就会很容易影响到这个南根菌和根系的一个贴合 那么就不利于植株啊,吸收营养 也就不利于它后期的生长了 所以呢,大家在养护南花的时候 要想把南花能够养得更壮更旺 那么我们就要做好这三个调整 也就是,也就是调整颗粒质料的比例和颗粒质料的大小 关键在于,后期追肥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才行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也见